哈喽屏幕前的各位同学各位家长大家好 我是逍遥老师 那么相信有不少同学和家长是第一次见到我 那么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首先逍遥老师先给一张我的照片 那么请问这张照片老师是在哪里拍的 A选项在老师家里 B选项在老师的学校 这个应该在哪里 好很多同学选择的是B 对吧 这个一看就是我在学校里 这个我家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草坪呢 而且你从我拍照时候穿的衣服就能看出来 这个是毕业服 也就是我从学校毕业的时候拍了一张照片 那么就有同学问 老师你的学校在哪里呢 那么我的学校不仅是一所名校 而且也是北京的一个著名景点 大家有机会来北京可以去我的学校参观 老师毕业于清华大学 那我在清华大学念的是一个叫做经济管理学院的专业 那这个专业还是比较厉害的 它每年可以招到全国20多名省状元 什么是省状元呢 就是我们各个省 不知道你是来自哪个省呢 我们各个省每年高考文科和理科的第一名 全省只有那么两个人称作状元 那么我们全国的省状元每年大概总共只有80多人 那么这80多人当中有20多人都选择了这样一个专业 那么校参老师也非常幸运能够在我的大学期间和那么多来自各省的高考分数最高的同学 一起学习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那么就有同学问了 说老师这个高考的状元高考分数都特别高 那么老师你的高考分数是多少 大家可以来猜一下 全国高考卷的满分是750分 看到有同学可能要猜老师是不是高考也考了满分 那么所有猜分数的同学非常抱歉 你可能要答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老师并没有参加高考 我是通过数学竞赛保送的清华大学 那么这是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 一路参加数学竞赛获得奖 可以说我掌获了80%可以获得的数学的奖项 那么最终在高中三年级的时候 参加全国高中数学联赛获得了一等奖 那就是这个一等奖帮助我保送了清华大学 那么这是我自己学习数学的经历 有同学可能说老师你好厉害 一路获奖 但实际上如果你仔细观察 你能否发现老师在某一个年级 或者说某一两个时间段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列出特别厉害的一等奖 那比如说我的六年级和初一年级 那这就说明什么呢 在我的数学学习过程当中 其实也碰到过低谷 那么我希望在我之后的课程当中 我们不仅能够分享知识 我也想告诉你就是为什么我能够学好数学 那我碰到低谷的时候 我是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的 最终的目的 我是希望能够避免你走弯路 从学校毕业之后 小雅老师就投身了在线教育 那我希望能够通过屏幕影响更多的人 老师先后在学二次网校原辅导 都担任过数学学科的竹江老师 那我的主攻方向 从小学中高年级的课内数学 以及课外的思维培优开始 那一直到我们小生初的冲刺课程 以及初中数学的内容 那都是我擅长的领域 那我的课程好评度呢 超过了98% 到今年为止 小雅老师已经有六年的教龄 有数万名学员在我的课上能够受益 他们之中呢 有的收获了知识 这位同学考上了本县最牛私立学校 以前19名录取了 那有的同学呢 可以收获自信 那这位同学说 之前很不喜欢数学 甚至是厌倦 通过假期听了我的课程之后 觉得数学很有意思 并且开始慢慢意识到自己学习上的问题了 那么还有的同学呢 可以提升分数 那这位同学小生初考了100分 全线第一 那还有同学可以最终考入名校 这位同学中考考上了本地的重点高中 那么希望以后屏幕前的你 也能给老师带来好消息 数学世界任逍遥 相信你也能拥有考上清华的实力 感谢您的观看